都收贿赂了 认识和谐的真谛 共创天下的太平 和谐拯救危机 我下面罗列四个底线 首先是政府官员 那么他应该是管理的底线 如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 那么这个地区 整个老百姓没有人管理了 第二个就是司法系统 公安 检察院 法院 这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第三条就是老师和学校 这个是整个社会的教育的底线 都去想着赚钱 从家长到各种各样的人 都没有师范和榜样了 第四个就是医生和医院 人道系统 医院必须要收很多的钱 大家是买卖的关系 在您看起来 刚才的这些景象 是不是巨大危机到来之前的先兆 没错 这就是一个兆 在全世界 我走了很多国家地区 都是这样的 怎么个救法呢 汤池小镇这个方法能救 感动那些官员 感动这些人都有良心 所以中国人的教育 他首先要肯定 人心本善 你看 从前小孩念的三字经 第一句 人之初性本善 人心本善 所以他就是人都有良心 他现在是被物欲 把这个良心盖付住了 只要有人启发 他良心会发现了 你像那个计程车的司机 良心发现了 他赚个几万块钱 不容易 几万块钱 现金到手上 他能送还别人 他良心发现了 他感动很多人 您的意思就是 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 是可以的 可以啊 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呢 不是用法律 不不能 法律不行 法律会钻法律路的 不是 必须要把他的良心唤醒 不想好好教学生的老师 也可以 可以可以 想去坑害病人的代表 不说不说 都可以改变 所以除了教育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您用真诚心去感动他 那么在您看起来 谁去感染他们呢 我们现在就是用 我们这一批 这个教学的人 比如说汤匙这个地方 对 我们去教老百姓 老百姓再去感动他们 这老百姓都善良了 他的源头还是师道 还是得有老师 对 是教学为先 但是这个老师 几千年来的时候 见过军民教学为先 但是这个老师 不是社会上所认可的 那种意义上的老师 就学校的老师 不是那种老师 对 我是要他辞职 他本来在学校里 他不做那种老师 假如做我这个老师 我这个老师是什么 我老师是救世的 我这个老师是真干的 就是我所讲的东西 我都做到 我们中心的老师 在那里教学 非常不容易 老百姓不肯接受 我们中心的老师 对每个人 九十度就够了 这是好人 接到的时候 零啊到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